好 栗将军接下来 我们马上来回顾一下这一起事件 突然间在9月份出来的消息 但是其实发生在7月4号 当时候日本说海上自卫队的梁月号 闯入了中国浙江的领海 而且这一闯是20分钟 当时候当然中国非常的震惊 日本在搞什么鬼啊 好 结果现在出炉了 舰长呢 被fire掉了 还有呢 日本表示说 好 我们陈楚出炉了 梁月号的舰长被解职 他接受调查的时候说 他没注意到船舰使入禁航区 船员的运作也有缺陷 所以呢 就一直说 有人就报导分析说 日本的自卫队的船上的舰员 舰长专业能力不足 但是我更高度怀疑 根本就是故意的 你说舰长没注意到好了 难道整艘船上都没有人发现吗 而且是整整20分钟哦 日本搞什么鬼 我觉得我们余将军说 解放军登陆台湾会迷路 我发现解放军没有迷路 反而是日本军舰迷路 你这个举例真的是 这个军舰怎么 第二个我特别要讲 其实这个舰长也很倒霉 我觉得是日本军方借他的人头一用 来跟中国做道歉的动作 来跟中国做解释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军舰开船 不是说我们跟开车一样 你一个人在那边开车 这个军舰开船来讲 舰长一定是用嘴巴在开船 他不是用方向舵在开船 对方向盘 那他就用嘴巴 譬如说是我们经常听他讲说 左一进二或右一进二 他下面两个舵嘛 这个这边这个舵前进后退或干什么 他用嘴巴在指挥 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舵 那个轮机长 他就在那边操作这个马力用多少 那舵手来讲的话 他指挥方向 那船上有很多人在船上 包括你有很多设施 包括最包括所有的导航设施 或者是这汇族官啊导航官啊 所以怎么可能所有人都同时说 这个迷路同时迷航 我觉得不太可能了 如果说是日本海军舰队说 连自己的位置都搞不清楚 那你怎么去将来怎么去作战 所以我个人合理的研判 我觉得日本这个梁月号那时候是 到这边来有向中国来试探 他的这种海岸防卫 你的雷达警戒能力到什么地方 你可不可以侦测得到 那这次来讲 既然被中国已经试破了 那为了怕得罪中国 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只好借这个梁月号的舰长 人头一用 说他这个迷路了 将他撤制 我觉得这个舰长真的也很倒霉 当然也从中我们也看出来 日本来讲对中国的野心 是从来没有减少过的 那第二个从这件事情 我们也看日本必须向中国服软 而且就这个时间点很离奇啊 因为呢 其实梁月号进去这个中国浙江的 领海禁航区的前一天 浙江才公布说 我这个地方呢 要进行实弹军演 所以设立了一个禁航区 然后梁月号马上就来 就让大家联想 你是来监视来探敌情的嘛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以色列真的要开第二战场了吗 现在是激烈交战时刻耶 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从照片当中 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炮火冲击啊 首先呢是以色列军方 先叫黎巴嫩的民众说 你赶快离开哦 真主党这个躲藏地点哦 我要开打楼 然后以色列就真的打了 攻击了黎巴嫩南部东部 1600个真主党的据点 以色列说 这个行动叫做北方之箭 我们先来看下面 你看这不是演习 各位这是战争 这是真实的画面 黎巴嫩的住宅爆出了火球 然后我有看到这张照片 我吓坏了 这个完全就是变成废墟耶 这已经看不出来 这原本这是路吗 乙军大规模的空袭 至少造成了500人罹难 两三千人死伤 好来接下来 是否是大战前奏 全面开战 等一下我们请教立将军 立将军刚刚跟我讲了 一个预言 我觉得蛮可怕的 好来我们先看一下 好黎巴嫩以色列边境很紧张 乙军梅卡瓦坦克 已经在集结了 不妙哦 常看前进战略高地的好朋友 你一定知道不妙了吧 坦克都来了 是什么意思 随时可以全线部队进攻 好现在呢 黎巴嫩在干嘛 全部大逃难 被鲁特高速公路塞爆了 那接下来更紧张的是 你要看美国跟中国 怎么样告诉他们在地的公民呢 美国已经说了 有商业的航班赶快走 然后呢 以色列怎么说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 他告诉人 还在以色列的中国公民 能逃快 快逃 快点走 赶快回国 所以 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代表真的要全面开战了吗 刚丽将军 你把你刚刚说的那一番话 来 大胆预言 我不是刚刚说 大概BBCO爆炸事件 我就已经讲了 我这场大战势必开打 要打了吗 一个作战的 开打了吗 还是还没 军事作战的程序 我跟大家讲 第一个军事作战 第一个动作一定是说 迫害敌人的 这个指挥管制通讯联络系统 就只管通勤 我们所谓来指挥 我们一般俗话都说斩首作战 我把你指挥阶层打掉以后 你就群龙无首 你就没办法指挥了嘛 第二个我断掉你的通讯 对不对 我让你没办法 这个上对下没办法指挥 然后你看这次来讲的话 以色列第三个 他第一个用BBCO 就是斩首作战 把你的这种 珍珠掌的指挥阶层 全部炸死 炸死或炸伤 然后让你不敢用通讯装备 这时候珍珠掌就显得群龙无首 他就没办法指挥了 所以标准的斩首作战 第二个动作来讲 很明显的是做什么呢 就是空中攻击 然后将你的地面 对我有威胁的武器 一次把你干掉 用空中攻击的手段 这是他总共发动了 对多少个据点来施施打击 我们按照目前今天来讲的话 是1300个据点 那代表以色列的情报 做得非常的成功 你所有的火箭炮放什么地方 我都知道 然后你所有的指挥官 住在什么地方 我都知道 所以你看第一场空击 是不是就把这个 郑主党的二号领袖人物 直接斩首干掉 所以你在每一个位置 我都很清楚 我情报收集很清楚 因为我知道你有卡扫 卡扫萨那种火箭炮 对我威胁很大 所以我情报收集得非常彻底 我第一波飞机就把你这些 这个基地炸掉 我听说打了将近400个火箭发射的 一个发射阵地被打掉 然后总共发射了1300个 这种空袭行动 就是将你的领袖人物 将你的这种火炮阵地 全部彻底摧毁掉 对 紧接着下来 那势必要 我这样不会白打 我一定要打 我既然已经空袭了 用恐怖攻击行动 紧接着下来就是什么 就是地面作战 那他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 我等下来跟你讲 现在来讲的话 坦克嘛 战车 我今天早上还得到 以色列原来在这个地方 他原来部队都调到加萨地区去打仗 之后他就从加萨地区拉回来一个旅 叫是番号 叫98旅 98师 不是不是 他是师级 98师调到这个以色列的北部 所以我研判 就在这24小时之内 即将展开地面的攻势 哇24小时 那以色列的目标是什么 他想要怎么打 他要干嘛 作战 对你问得非常好 以色列你果然是 果然是主持战略高地的主持人 每个礼拜有被将军们训练 第一个问题就问到重点 任何作战一定要有个战略目标 以色列来讲 这次的战略目标很清楚的 他要让原来在以色列北部的那些居民 他因为这个避免这个逃难嘛 避免战端 他以郑主党的攻击 他把他牵到有6万5千人 牵到中部地区 那时候那天那个谁 纳坦雅胡有讲 他说要让这些人回到北部地区去 那回到北部地区去 你要让他能够安全住下来 能够安全住下来 你就要将郑主党肃清 你才可以让这些人回去 不然这些人回去以后 他就极可能遭受到 这个尼巴顿郑主党的攻击 所以他这次来讲 我个人研判 他地面攻势就是将郑主党往前面推 最少推50公里 为什么要推50公里呢 第一个让我这些民众可以回去 回到他北部地区去 我觉得他战略目标是在这个地方 那现在紧接着问题就来了 你可不可以达成你的作战目标 你可不可以获得胜利 加煞还没打完 你知道现在来讲 不错 你现在攻击了1400个目标 所有领袖人物都被你斩首了 也都被你攻击死了 然后通讯设备也被你毁掉了 这时候确实是 郑主党最脆弱的时候 可是我特别要讲 军中来讲有一个 叫做五级代理人生肖 这个假如我是副司令 司令阵亡了我就升官 我就升中将 代理人可以生肖 马上像郑主党这种游击队团体来讲 他很快他很快可以找到 互相的下一级的人马上来代理 所以你真的是不是能够达到 斩首的目标 我觉得这是我们打一个问号存疑的 第二个来讲的话通讯设备 虽然说无线电通讯 呼叫机被你毁了 我可以用有线电通讯 我拉电话线就可以 对不对 我对我游戏队来讲 这种BB call我都可以用 我为什么不可以拉电话线 第三个你要知道 这个黎巴伦政府长在 黎巴伦在南部地区来讲 他构筑了很多坚固的公式 他从2006年以色列跟黎巴伦发生冲突之后 他们的政筑长在这边就经营了有十几年 不管构筑这个坚固的公式或地下公式 加拿大地区我们就看得出来 他那个地下走道密麻麻的 他们也会防到你以色列的攻击 所以我个人研判 这个地面公式来讲 以色列会在最快时间推进去 可是一旦推进去之后 你会不会重复加拿大走廊的负车 部队陷到那里面 然后被这个政筑长在那个地下道里面 跟你攻来攻去 但我这边有一张照片 政筑长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 这个政筑长有一个秘密武器 今天发射出来了 这是什么 这个他们现在 今天刚发布的这种飞弹 他这个木曜已经打出来了 这颗飞弹 他叫什么飞弹呢 叫这个这个 梅沙飞弹 梅沙飞弹 对对对 但是你说这是政筑党的 对政筑党的 谁给他的 这个谁给他不知道 他们自己研发出来的 那今天才 他们自己政筑长公布的这张照片出来 然后代表说我有能力 这个这个我特别要讲 他不是火箭 不是卡丘沙那种火箭炮 说乱打一通而已 他是是真的有有引导设施 他已经打出来 打到什么地方呢 打到他射程有两款 一款射程是八十公里 另外一款射程比较长的是一百零五公里 他现在打到 打到海法城市旁边的以色列空军基地 因为以色列空军现在来讲 对他十次狂轰烂炸 那我就打你空军基地 所以这个飞弹已经打出来了 那政筑长来讲 这是他推出来 大家都眼睛为之一亮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以为说 是他只是一般的火箭炮而已 现在没想到他是真的有导弹 所以昨天说的最深打击 靠的就是这款密封武器 那另外他有一些比较老旧型的这种飞弹 他的射程可以到达七百五十公里 也就是涵盖整个以色列的国境 所以以色列来讲 现在来讲这场我觉得 后续有可能是一场硬仗 当你一旦发动地面攻势之后 有可能是一场硬仗 但是后果来讲的话 那怎么办 对第一个美国会不会 就被纳坦亚胡拖进去 美国现在在大选期间 他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 所以我想说拜登这时候已经火得不得了 气纳坦亚胡气得不得了 你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我要选举 纳坦亚胡现在搞不好已经抵达美国了 他要去参加那个联合国大会 我跟你讲纳坦亚胡推迟 他不去参加了 我刚看到他还要去 他已经不去了是吧 我得到的讯息 几个人不去呢 他不去 那个还有泽伦司机会去 对不对 他要去演讲 对 纳坦亚胡为什么不去 还有一个谁这个没有去呢 这时候谁没有到中东去呢 奥斯汀 奥斯汀这时候为什么不到以色列 合理来讲 奥斯汀说我延后访问以色列 从这个动作里面 我们就会看出来 其实美国非常恼火这件事情 本来你说 因为中东如果发生大事来讲的话 你美国国防部长 对不对 你小弟在那边开始开战 你奥斯汀应该赶快过去那边 摇曳全般状况 奥斯汀这时候推迟了不去以色列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动作里面 就看出来美国非常的恼火 可是美国也不得已 对不对 被纳坦亚胡绑上战车 这场战争 你看杜鲁门号也开过去了 罗斯福号才从那边 好不容易可以喘一口气撤回来 那现在来讲 只留一艘林肯号航空母舰 那这时候杜鲁门号 这个也不得不从这个 这时候才从美国出发 要赶到中东去 你看这赶过去还要多久时间 所以我觉得中东这场大战 这个一定是一触即发了 可以说已经开打了 我个人研判可能24小时之内 以色列就极可能 发动地面的攻势 然后这场攻势发动之后 很可能以色列的部队 地面部队会陷入到 这个类似加拿大地区的惨状 就是陷入在泥道里面抽不了身 那时候怎么办 美国要不要救 对美国现在已经要救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美军向中东地区额外派遣 少量美军强化原本 派出中东美军部队 原本大概有四万人 欧盟外交首长波瑞尔说 以离冲突就是全面战争 如果这不是战争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 好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以色列现在是七条战线开打 那美国媒体其实 对再加一条 我加一条哪一条 哪一条还加 对我再加一条 我们七条战线我数给各位听 加沙走廊 对不对 约旦河西埃 这个黎巴伦争主党 然后叙利亚 伊拉克 然后伊朗 对不对 还有胡塞组织 第八条是什么你知道 第八条是他自己国内 国内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有七十万人出来抗议 说人质没有救出来 所以现在纳塞亚 是八条战线 其中第八条我特别强调 是他自己国内的老百姓 这时候在抗议 那这时候关系到 你美国救不救 你美国要不要下场 如果美国这时候不下场 以色列可能会被 不见得能够打赢这场仗 那如果说美国下场的话 伊朗会不会卷进来 所以这可能 会不会发生因子而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然再跟俄乌那边缴获在一起的话 就会显出来美国来讲 这时候 那当然我们自己台湾 我们自己也不能置身事外 当美国这时候 没有实力顾到东亚地区来讲的话 然后俄罗斯跟中国 又在这边联合对日本实施军演 我觉得现在来讲 全世界实际上地球村 只要有一个地方 发生一些动乱来讲 就很可能产生蝴蝶效应 其他地区都会受到相关的影响 对等一下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态度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在黎巴嫩真实的战场状况 黎巴嫩村庄雄雄烈火 窜烧一片狼藉地板全是炸弹残骸 以色列军方24小时锁定黎巴嫩 1600个目标再度展开大规模空袭 黎巴嫩村庄雄烧一片狼藉地板全是炸弹 黎巴嫩村庄雄烧一片狼藉地板全是炸弹 黎巴嫩当局表示 民众争相目睹 不过这场战事令外界担忧 恐怕导致战争万一 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可能也会卷进冲突 但美国官员透露 美方并不支持以色列以战事升级 换取局势降温的做法 美国媒体分析以色列这一招 最终可能适得其反 目前真主党并没有退缩 而以他战事也持续延宕 已经分身乏术的乙军在和真主党开战 恐怕为以色列带来灾难后果 记者综合报导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钢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